这是专门为你缝制的一套秋装 等天凉了 从里到外 全都换了 小人愿吃鞭醉凳 服侍恩想 武松最打抢门神 帮诗恩重新夺回快活林以后 梦州便迅速有了武松的传说 可诗恩虽然黑白通吃 但也绝对没有达到只手遮天的程度 他的上面也有领导 而且还是恰好牵扯到快活林利润分成的领导 张都谦 用江湖的方式解决不了官场上的问题 但用官场上的方式解决江湖问题则非常简单 张都谦来到诗恩家中直接问责 江湖上诗恩收留武松 乃戏仗义之举 但在官场上身为老城管淫 却私留在压囚犯 这可是严重的失职乃至违法 更重要的是 张都谦还为诗恩扣上了一顶以私废弓 殉情枉法的帽子 将门神的一顿拳头 可以让诗恩两个月下不来床 但张都谦的两句话 就足能让诗恩彻底告别体制 甚至被直接扔到牢房里 彻底改变命运 所以别和官府斗 不管你有多牛 诗恩一听这句 心里立马明白了 这是故意来找事的 没办法 官大一截压死人 人家也确实抓住了自己的把柄 赶紧解释解释 小人请他 教家人一些棍棒 好看无家院 别无他意啊 看家护院 教些棍棒 武松被私自带出牢房的严重程度 立马降低了 只是将囚犯带出了牢房 为己所用 并未进行任何违法犯罪的活动 最多也就是个违纪 根本就算不上违法 可张都谦此行 并非为了追究诗恩的责任 目标在于武松 所以张都谦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并未明确对诗恩的处罚 因为这个处罚等会儿还有大用处 在诗恩的带领下 张都谦找到了正在后院挥舞棍棒的武松 我们先来看诗恩的第一句介绍 诗恩的这句话看似无头无尾 毫无来由 目的何在 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最后六个字 愿听大人处置 这是说给武松听的 我都得任人处置 可见这位爷来者不善 请务必小心应对 武松则赶紧冲着张都谦说了一句 让大人见笑了 囚徒的身份和姿态立马拿了出来 很明显武松听明白了诗恩的提醒 好了 接下来张都谦便开始了收服武松的整个过程 他早就听说出了个打火的英雄 今日一见 果然是仪表堂堂啊 让义士在这里受委屈了 李静义士的姿态 招纳麾下的态度 张都谦的意思非常明确 如此英雄竟委屈于此 我想给英雄换个地方 同意不 注意这句话以后 武松看向了诗恩 这一看有着两层的意思 问诗恩 你领导发话了 你看我该怎么办 告诉张都谦 我自己说了不算 你得征询诗恩的意见 而张都谦同样给了一句 一语双关的问话 诗恩不管赢 却私藏囚犯 今日让我亲眼见了 你说此罪 该如何处置啊 这句话同样有这两层意思 告诉诗恩 你有把柄在我手里 同意不同意 自己掂量着办 告诉武松 你不同意 我就处置诗恩 你看着办 然后诗恩犹豫了 这个犹豫一出现 武松便立马表了态 注意 武松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快 绝非武松不讲道义 这是保护诗恩的唯一选择 更是武松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 斩杀潘金莲 斗杀西门庆以后 武松为何不立马逃走 而是选择了前往县衙自首 因为他对生活还抱有希望 想要认真改造重获新生 来到孟州劳城以后 武松先是被诗恩礼禁 从劳城住到了诗恩家中 距离自由近了一步 距离新生更近了一步 现在 张都尖又抛来了橄榄枝 这更让武松燃起了重生希望 所以武松迫不及待 所以武松赶紧亮明了态度 张都尖的目的达成了 最后给予了确认 注意 武松笑了满足并感恩于距离新生 更进一步的笑 请珍惜武松的这一项 因为以后就很难再看到了 安排完武松 张都尖又转向了诗恩 注意 这项决定可有着诸多作用 一 将自己收留武松的目的 和快活灵分开关系 用意麻痹武松和诗恩 二 抢走武松 再剥夺诗恩对老城囚徒的 指挥权和使用权 才能保证蒋门神 重夺快活灵的绝对胜算 将武松带到自己府上以后 武松迎来了新的人生 每日好酒好菜 甚至能和张都尖同桌共饮 而且张都尖还向武松 表明了自己的信任态度 你们都是些游荡惯了的人 最受不得约束 我这儿啊 也没什么规矩 到了我这儿呢 就跟到自己家一样 穿堂入户 可以随处走动 在石恩家 武松尚且只能待在后院 可在张都尖的府中 武松竟可以穿堂入户 随处走动 这份信任给武松 带来的感动和欣慰 可想而知 只是这个信任安排中 却有着极为阴险的铺垫 因为武松能够随处走动 所以武松就有了盗窃的充分条件 才能为张都尖陷害武松 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然而张都尖又给了武松一颗糖袋 这是专门为你缝制的一套秋装 等天凉了 从里到外 全都换了啊 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白战不带 张都尖既然想要设计陷害武松 即必然会对其基本信息认真了解 此时的武松已然没有信任 亲情和温暖几乎是最能击溃武松的软肋 所以张都尖仅用了一套秋装 就彻底换了武松的信任和忠心 于是武松认定了张都尖 再次表明了自己的坚定跟从 誓死效忠的态度 小人愿吃鞭坠凳 服侍而降 张都尖笑了 目的达成以后的笑 笑自己计划的顺利推进 更笑武松原来如此好偏 成功取得武松的信任以后 张都尖开始布置陷害武松的计划 可这个计划需要一个内应 我们再来看张都尖的安排 为武松安排了一位骑士 而且只用了三句话 什么人才会考虑别人的终身大事 父母兄长而已 不知阴险计划 在武松的身边安置一个内应 张都尖都能考虑到如此周全 都能将自己伪装的如此慈爱 就此来看 名不与官斗属实有道理 因为人家吃的就是智人这碗饭 玩的就是心眼 用的就是心急 得知武松并无婚配以后 张都尖直接了当 给出了自己的安排 我来做主 将玉兰姑娘取配给义士 做妻士 如何 没等武松给出拒绝 张都尖再次给出了劝说 玉兰又会针线 又懂音律 针线和音律代表着内外兼修 代表着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代表着玉兰是一个较为完美的姑娘 人家看得起你 给你安排婚配 又为你安排了这样一位完美的姑娘 换成别人恐怕再难找到理由拒绝 好在武松还有一个身份能够借用 不不 小人还是戴罪囚徒 如何敢做慈想 我们再来看张都尖的回应 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吗 这句话更为关键 直起武松软肋 直接表明了武松赢取玉兰 可能会有的好处 重获自由之身 正是迎来新生 注意 说到这里张都尖止婚的理由 还没有结束 他还有最后一句话 你若再推辞 是不是贤于兰出身贫贱呢 一句典型的道德绑架 一下将武松架起来了 再推辞可就是不识好歹了 武松没办法了 只能给出一个折中意见 武松不敢推脱大人一片好心 只是从未想过婚配之事 大人若有意成全武松 就让我与玉兰姑娘 兄妹相称如何 这里有一个问题 武松为何就是不肯纳了玉兰 玉兰是都尖府的丫鬟 是张都尖的私人财产 是领导舍得给 但下属绝对不能要的底线 同桌供饮秋季衣服 武松可以收着 也必须收着 否则就是不识抬聚 可武松如果真的纳了玉兰 就更是不识抬聚 不知死活 更何况武松也确实认为自己囚徒的身份 配不上玉兰 所以不当夫妻 当兄妹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玉兰是丫鬟 我和玉兰兄妹相称 那么我也就是都尖府的仆人 这叫摆正自己的位置 认清自己的角色 另外 武松此举也算全了张都尖的一番好意 识了抬聚 受了好意 双方都有了台阶 而张都尖呢 之所以想将玉兰指给武松 就是为了在武松身边安置一个内应 现在武松虽然拒绝了指婚 但有了这个兄妹之称 玉兰也就有了接近武松 照顾武松的机会 也就能够实施陷害计划了 既然目的已经达成 张都尖自然不用再坚持 行了 有了这个兄妹身份 玉兰可以随便出入武松的房间 并抓紧了开始了陷害计划的实施 老爷器重哥哥 赏了哥哥这么多礼物 何不买个箱子装起来 几乎已经看见光明未来的武松 怎么可能再有提防心思 直接将这个权利交给了玉兰 整日 不是交枪练棒 便是跟随都尖老爷左右 哪有空闲 这屋子钥匙给你 有空时 你帮我买一个就是了 有了钥匙 买了箱子 武松距离成为盗贼 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另一边 没有了武松护驾 没有了囚徒帮助 诗恩的快活林酒店 再次被蒋门神夺了回去 一张阴暗的大网 就这样悄然扑开 人世间很快就会少了一个普通人 梁山上很快就会多了一个杀神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